大家好,我是爱说的老王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少说的啊 经济型的 哎呀,经济型,经济型的 你老说军事人都烦了 老点老是那点东西 超然啊 连续暴战啊 空天子母鸡啊 我学会新名词,人写的啊 空天子母鸡啊 空天母鸡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跟经济有点关系的 这个 一个欧洲的产业学者 引述了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啊 他写了一个博客 名称呢 是中国正在和美元脱钩 美国正在和中国解解锁 两者都在脱钩 明义实际完全不同 华天父亲 从现在的脚步上来看 中国在快速的和美元脱钩 中国采用两种方式减少自己国内拥有的大批量的世界最多的美元储备 众所周知 中国对外公布的以及 MF 国际货币积极总值 对外公布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数字 每年基本上都保持在3.6万亿美元左右 在这些外汇储备当中 中国的黄金比例只占其中的4%到8% 而绝大多数来源于外汇纸币货币储备 还要刨去大约原有的12000亿美元的国债 现在只剩下将近9000亿 从这些角度上来看 中国正在快速的跟美元脱钩 中国所做这个所做到的这个目的 首先是因为俄国大量的资产遭到了美国的制裁 遭到了美国的扣押 中国必须也是要采取相应的手段 与此同时 人民币的不断的向世界推广 俄国和其他的包括伊朗等国的大力支持 以及一间南美国家的支持的下 使得人民币的在国际上的势头 有了不小的发展 占据交易额度的6.4%到10% 但是这也是在中国的强硬的压制之下 而电子货币的推出 又使人民币进一步开始快速的替代美元 成为一种方式 如果中国完全的开始摆脱美元的这个框架 也就是说 至少世界上要一下子缺少库存美元将近2万亿 那么美元的波动率将会超过世界所有人的想象 这将会迫使包括欧盟国家以及东亚 日本韩国在内都要对自己的货存美元方面进行考虑了 而中国减少美元的另一个模式 也是为了防止美国对中国的在货币方面的打压 因为现在美国还不敢轻易的动这个杠杆 一旦美国要想动这个杠杆 也不是不可能 与此同时 中国在国际的贸易交易额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抢夺更多产品的大宗交易权的定价权 目前只拥有包括钢铁 锂矿 小数的定价权在中国方面 由于美元的交易的模式框架下 中国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而今后中国会逐步的实现 让人民币成为一种交易的主体模式 虽然现在中国显得还有点半遮半眼 实际上它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动作 伴随着同时美国方面正在搞着产业摆脱中国 最近传出美国F35停止了订购 就是因为里面发现了有中国的磁铁 而且美国的军方五角大楼正在接受美国众议院的审查 要求他把所有的弹药还有中国T元素的全部摘出来 准备销毁 要求美国不允许美国五角大楼再采取使用中国的T元素来制造弹药 看到这些局面就证明美国和中国都在搞着不同一样的脱钩原则 而中国是以经济为主 美国是以军事为主 但是美国的脚步显然要比中国的脱钩更快一些 因为中国要想甩掉沉重的一万五到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话 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中国想拿到高额外汇输出的机会也不多 而现在俄国人也提供了一种帮助中国甩美元的方式 就是用黄金进行跟中国的交易 俄国的黄金每年都会向中国输出 但原来的批量不多 现在到2022年的7月 一个月内就暴涨了八倍 现在每个年度都要以将近50%的利润快速再增长 在2022年的7月 仅一个月的交易额就高达1000亿美元 按这个数字下去 中国手里面两万亿美元 不出两年的时间 中国就能把它通过俄国的方式兑换成黄金 因为俄国是世界上第二大黄金出产国 俄国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 它是让中国尽快的跟美国产生隔阂 这样俄国才能尽好地抱住中国的大腰 小腰 你别抱死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美俄之间各有自己的盘算 不过现在美国方面 首先要做的就是让美军真正能脱离中国资源方面 独立起来 但这个工作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和繁残 花钱花钱 哎呀 人民币脱离美元 换成黄金 这个不太清楚 换多少黄金咱也不知道 听听欧美网友怎么说 上个一道美国网友 我觉得俄国方面这是在车祸打劫 他们就是想撕裂中美的关系 美国根本就没想脱弓 有一个英国网友 我们可以造成一种声势 用所有的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炮轰中国 说中国就想跟美元投钩了 这是在扰乱世界 有一个英国网友 对对对 这是美国经常干的手段 让全世界都以为中国要跟美国脱钩 实际上是美国必须跟中国脱钩 不然的话 美国就无法面对中国 有一个谈罪的网友 不管怎么说 中国现在的美元储备和美元外债储备 已经开始快速的暴跌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的确是 以前中国保持美元外债都在一万亿左右 现在突然跌到了九千亿的下面部 我觉得中国方面还会继续的往下抛美债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如果中国大量的将自己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那么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的比例将会彻底的扭转 他现在只有10%也就是大约3600亿美元是黄金储备 这么一点钱对中国来说他损失不起 又一个美国网友 所以中国现在没有资本跟美国翻脸 只有美国跟中国翻脸 美国才是高大上的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随便的给中国两巴掌 他也不敢还手 因为中国的小辫子就在我手里捏着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舍不得这18000到2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和人民币相当于16万到20万亿 相当于一年的国民GDP总值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说中国哪一个国家也舍不得这么大的国家损失 这相当于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又一个美国网友 的确是这样 中国不会影响到这么大的损失 所以他要快速的囤积黄金 现在俄国正好帮了他这个忙 又一个欧洲网友 但是你管不住俄国 俄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二大黄金出产国 他每年有200吨以上的黄金出产 可以卖给中国至少100吨 又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不断的向中国输出黄金 中国正好有机会将黄金兑换 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而俄国用这些美元又向别的国家去采购 其他自己需求的物资 这就更好让俄国感觉到能够抛弃美元的机会 又一个 欧洲的网友 对于电子人民币来说 我觉得中国实行电子人民币的模式 只不过是想新型的一种结算方式 能够摆脱美国的斯维福特 要知道美国的斯维福特对于斯维特 斯维特对于俄国的制裁是非常沉重的 又一个美国网友 是的 用电子人民币正好符合中国的那种叫做刷码经济 那么样的话 中国就算大宗交易使用电子人民币的话 即便是不采用别的方式 他也可以躲开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结算体系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不过欧洲不支持这个方式 看看中国能怎么办 除非他不跟我们欧洲做胜利 一个德国网友 你还是闭嘴吧 你们是不是也想让你们的国民上街去游行呢 好好想想吧 又一个法国网友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法国不采用这种事 法国还是跟中国合作进行生意 和进行继续的超高速光缆的建设 第二条光缆什么时候通到法国 我们正在等着又一个法国网友 我觉得华为的第二条光缆应该还到法国 因为华为的第一条光缆就在法国 你已经尝试到成功的感觉了 那么第二条也到法国的话 不就更加成功了吗 又一个欧洲网友 这不公平 第一条到法国 我们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想着特别的透彻 认为华为的光缆可能会带有Code 19的病毒 我们不敢使用 后来发觉经过大西洋的水洗以后 Code 19的病毒被消灭了 所以我们也想用了 一个德国网友 我看只有沿岸的大西洋国家才能有这个机会 第二条光缆据说要穿越 红海海峡 进入欧洲的地中海 然后到达欧洲 如果在地中海的话 恐怕意大利和南欧的一些国家会有机会 一个 极大的网友 可能能够到我们的国家 如果到我们这里 我觉得太好了 我们跟中国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希望中国能够把更多的光缆深入到里面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光缆 简直太旧了 NIFIS的这种光缆的体系 还不到华为的九分之一 根本没法使用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们在说讨论的是中国的电子人民币 你们怎么说到光缆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法国的网友 请你闭嘴 不要老提中国的光缆 一个法国网友 说中国光缆难道有罪吗 管理员会管吗 我们说中国光缆又怎么了 法国就是一条光缆 我们就是一条华为的纳米光缆 你又把我怎么样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好吧好吧 我觉得中国的电子人民币 就是一种摆脱国际结算方式的模式 Sweet对于俄国的制裁 中国人看得很清楚 他一定要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方式 以免有些时候被国际制裁 又一个残字的网友 中国什么时候都会想到危机 这在亚洲叫危机教育 而你们欧洲人不讲究这个 你们总是讲究高大上教育 欧洲有多么的文明 欧洲人有多么的高尚 亚洲人是多么的愚蠢 这就是你们倒霉的一天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太对了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对 一说到亚洲 我就有发言权了 欧洲人就是这样 你们总搞欧洲种族教育 你们欧洲人总是高于其他人种一头 而亚洲人搞的就是悲情教育 我们很不足 我们要追赶 我们不努力 就要失败 这就是我们亚洲的教育 包括我们 包括盘子国 也包括中国 都是这样的模式 又一个美国网友 所以中国总是在追赶 他们总是不会停下 他们总认为一旦自己放慢脚步 就会被别人抄赶 一被别人抄赶 自己就变成了失败者 就要挨打 因为他挨过140多年的打 一个英国网友 看来我们双方的这种国民教育 可能是要转变一下了 欧洲人的确是这样的模式 那位小本子的网友说的很对 我们的确是有一种高傲傲慢的心态 特别是德国人 一个德国网友 屁话 你们英国老就不是这样吗 你们大英帝国的人 从来都是两眼看天 你以为谁不知道吗 一个法国网友 欧洲人的通病 大家不要争了 欧洲人看的亚洲人 就是站在楼上往下看 现在我们看中国的时候 我们得从一层往十层上看 当然欧洲人不满了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 现在欧洲也应该搞一些悲情教育了 小本子跟中国还有韩国经常搞这种悲情教育 不过我觉得棒子国搞的差了一点 谭子国如果能好好的搞起来 也是不错的 又一个谭子国的网友 别胡说 我们搞的悲情教育 你们都不懂 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悲情教育 你们只知道傲慢教育 又一个难下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的电子人民币 就是为了躲避所谓的斯维夫特的制裁 而俄国现在被制裁的非常的悲惨 中国人能不吸取教训吗 又一个法国的网友 我觉得如果中国方面真的建立好了一套外围的结算体系 那么他的说话权就更硬了 今后有可能中国会掌握很多的产品的定价权 因为他不再走国际结算体系 不走国际结算体系 美国和整个的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那他就没有办法 又一个美国网友 那样的话 我们今后对中国的贸易核算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偏差 现在用美元结算 走国际货币结算体系 我们能够知道中国的贸易总程度 如果不走的话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除非他自己说 但是他说的是真是假呢 又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大家好好想一想吧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方面 如果太快速的话 我们应该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 或者让他拖延一下时间 就说到这了 哎呀 这个有挨打的我们看见了 还能那么傻乎乎的吗 我觉得有几个小本子跟谈子国的网友 说的这点是对的 亚洲讲究的就是悲情教理 因为亚洲就没好过 知道吧 查查去 这二百多年 亚洲除了给人当殖民地 就是丧权辱国 去查去 你不要以为小本子 后来有一段军国主义 就怎么怎么着 小本子的国门是怎么被人打开的 谁还记得黑船事件 写的下来 没有那个小本子能开放吗 他也是闭关锁国 一样啊 亚洲人就没有 这两百年就没好过 所以大家都明白 亚洲讲究的就是悲情教理 除了一个坛子国 老安弄点高大上 创点世界新奇 剩下的没有搞这额的 而欧洲人不是 他就是傲慢教育 欧洲就比你们高 欧洲就比你们高一头 欧洲剩下的就比你们高大上 所以你们现在能提起 我能提起 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写在下注了 支持好王长点赞 网上去 加网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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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